亲自在超大钥匙板上签名 象征传承和意义 日前巴黎奥运权后林玉婷 夺下台湾全集史上 首面奥运金牌 日前就攜手民间 捐赠电动车回到母校 英格国中 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没有车 但现在如果有了这台车 可以对于这些选手 学弟妹们 可以让他们做一个 交通接补的话 那他们基本上可以 睡眠的很充足去做好 非常好的恢复 以最少的消耗体能 在场上可以有最大的发挥 李玉婷除了感谢母校栽培 也回忆起过往 坦言要培养一个运动选手 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也希望号召力量 让后辈们不再这么辛苦 我想公部门我们尽全力 来争取预算的这个争列 更可以代表未来的传承 回到母校也为运动员 集成培训需求发声 让未来的小选手们 也能看见希望 让台湾兼取荣耀的路上 不孤单 藉由这样的机会 可以抛砖引玉 希望说我们现在 可以也埋下了很多颗种子 未来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发光发热 人类新闻台北新北 综合报道